決裂夫妻知名網拍服飾 東京卓一舊金爆董事長 鄭景泰涉嫌掏空公司 高達上億元 台北地檢署兵分實路搜索公司 還有鄭景泰等13位相關人員 還傳喚了前期 周品均是以證人身份 道案說明 你查到什麼東西嗎 董事長在這邊嗎 檢調單位從總公司搬走 五箱資料還有一台點鈔機 台北地檢署兵分實路搜索 東京卓一公司 也把董事長鄭景泰 帶到台北市釣出偵訊 董事長你有沒有套空公司 你是冤枉的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鄭景泰戴著口罩 不發抑鬱的走上車 根據檢調單位了解 鄭景泰去年10月 和周品均離婚後 鄭景泰就擔心前期 會獲得太多的公司資產 因此和理性會計師勾結 並且提供七家虛設行號 所開立的100張不實發票 總價高達1.6億元 接著鄭景泰在指示員工 虛報進貨支出 把款項匯入空殼公司帳戶 其中兩千萬由會計師分贓 其餘的款項全都進了鄭景泰口袋 下午前期周品均也以證人的身份 遭台北地檢署約談到案 其實兩人自從去年10月離婚之後 頻頻鬧上新聞版面 先是鄭景泰控告前期妨害名譽 周品均也反控鄭景泰決策不當 導致公司虧損 目前檢調單位一刑法業務侵佔 違反商業會計法等罪嫌 釐清案情 由於電視頻中央約請貼不當 谢谢大家